今天上午福建宁德核电站二期工程五号机组河岛交注了第一罐混凝土 标志着该机组主体工程开工 宁德核电站是福建省首个开工及投产的核电站 规划建设六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 项目一期的四台机组已于2016年全面建成投产 此次开工的项目二期五六号机组 将采用我国自主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 预计单台机组年发电量达近100亿度 能够满足100万人口的生产生活年度用电需求 进一步提高福建省清洁能源的比重 宁德核电站二期工程将充分借鉴中广核 华龙一号批量化建设经验 推广应用置毁工地 构建数字核电 以新制生产力推动核电项目高质量建设 据介绍 截至今年六月 宁德核电项目一期四台机组上网电量 已达2900.15亿度 等效替代标煤消耗超8758亿吨 减排二氧化碳超23.8亿吨 火候国封集团 9亿 handled iki